可以看到計程車整台車撞得面目全非 車頂嚴重凹陷 車頭變形 車燈也整個掉落 20號晚上11點多 35歲的弘信駕駛開著計程車行駛 國道1號北上路斷石 疑似因為變換車道不當 加上天雨路滑 導致整台車擦撞內側護欄之後 打橫在外側車道上 而駕駛一度受困在車內 警銷貨爆後也立刻到場進行救援 來看一下當時情況 消防員費了好大一分工夫 終於將受困的駕駛救出 趕緊將他抬上單架 並且用護警固定保護頭部 縮心駕駛還可以正常的跟員警對話 只有身體多處擦措傷 目前被送往醫院進行治療當中 而由於當時撞擊力道大 導致車上的物品噴飛四散一地 清潔隊員也到場來進行清掃整理 警方也派掉車道場 將事故的車輛移開車道恢復通行 只是目前詳細的造勢原因 還有待調查釐清 홟車上的風quer 爸爸 祝你 祝你 祝福